又有超高解析 友达和彩晶面板品质全球知名 只是这两大面板大厂 十年前遭南韩LG 以价格垄断为由提告 如今一审判决出炉 两大台厂合计遭判赔 328亿韩元 约新台币7.8亿 LG大动作提告 专家认为算盘打得很惊 后续还会有看到AEO 他在持续提上诉 而乐金他可以 他可以选择走向和解 他们可以去谈一个 那未来的话 我们有没有机会 跟AEO去谈一个 Long Term Agreement 写明应该要有多少的量 那价格的一个区间 赢了官司 变成LG和台厂供应商 未来价格谈判一大筹码 目前全球面板市场 中国以65%的市占率居贯 台湾21%排第二 南韩掉到只剩6% 过往LG的面板 多向南韩厂商美进 价格好谈 如今面板市况 面临高度寡占 想降低对中国依赖 但和台湾交涉 价格成了痛点 一战逼合 恐怕成为LG策略 第一 他希望AEO 能够长期供应他 在BA面板上面的资源 第二个的话是 你供应资源的同时 你也不能够控制价格 友达与彩晶 曾在审理期间 要求案件 应该在涉及地台湾审理 反空LG也有垄断价格之嫌 却不被南韩法院接受 判决出炉后 两大厂都强调 对公司营运 没有重大影响 也都不排除再上诉 谢谢 我谢谢 吴婷真 采访报导